雖然今天看052D已经是过期网红,然而052D在我海军装备发展上,还是具有李乘飞的重要意义。 首先是我国当时最先进的有原相控阵雷达以及冷硬公交的吹发系统,还有就是舰载130主炮,052D主要定位就是防空驱逐舰,所以主要的任务是防空,板前方面,据说最新的G20即将上舰,现在使用的还是卡27,相对要落后一点。 由于052D的吹发系统,倒坑,直径较美军的博客机还要大,所以可以预测052D所携带的导弹射程,较博客机射程还要远,性能还要好。 同时,052D使用的雷达是我国近些年的一个黑科技,就美国同类型驱逐渐要高一个等级。 唯一存在疑惑的是,如果使用作员雷达,势必将更加耗电,这对全舰的电力分配使用要求更高。 目前判断,无疑我海军技术部门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,其次是新型的130毫米舰炮,这个70倍口径的130炮,是我国海军目前口径最大的舰炮,射程达到30公里。 使用增弹弹射程将达到100公里,考虑到我国已经在054A新护卫舰的76毫米舰炮上使用了智能炮弹,所以052D上的130毫米舰炮毫无疑问的,会突破76毫米口径限制。 使用更大口径的智能炮弹,该舰炮的射速达到每分钟40多发,具有强大的火力密度和精度,最后是无人机的上线。 近日和飞时代打把,是使用了无人机,对于该型无人机目前透露的信息较少,除了通信中计以外,还可以执行侦查和目标修正指引的作用。 以我国目前的技术来看,无人机上线无疑是技术上的跨界突破,对于052D战力的提升十分重要。